同学聚会上 我暗恋多年的斑花 在众人的起哄之下 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 敢跟我喝交杯酒吗 在场的同学纷纷尖叫喝彩 他们以为我这个备胎 一定会迫不及待答应 我转身拿起手机打开相册 抱歉 我有女朋友了 一个月前 柯惠玲在朋友圈官宣了 发了一张手牵手的图片 配文是相伴余生 我快速退出朋友圈 立即敲板打车 来到柯惠玲的公司楼下 给她发了个信息 约莫半个小时 一身忧闲风的柯惠玲走了下来 我质问她朋友圈是怎么回事 她却不将我的生气放在心上 只说反正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她还想再试试 万一这个就是她的真爱呢 还让我不要逼她 看着柯惠玲不耐烦的模样 我没有多说半个字 转身离开 至此 我不再主动联系她 昨晚 柯惠玲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语气中略委屈 问我 为何这段时间一点都不关心她 我知道 她感情又受挫了 不然她不会想起我 以往她只要感情不顺利 跟男朋友吵架 闹矛盾 或是分手 总会第一时间主动给我发信息 这时 不论什么时候 只要收到她的信息 我就会第一时间关心她 然后柯惠玲就会像捣豆子一样 说了一大堆 她这些日子所受的委屈 还有她现任对她的种种 听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在我面前说另一个男人的事情 尽管心里很酸涩 但是我却忍不住不心疼她 每次分手时候 她都会短暂地回到我的身边 我知道这样很卑微 但是十分满足 可好景不长 不出两个月 柯惠玲就会转头 奔向另一个人的怀抱 这十年来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只要她招手 我就像狗一样扒上去 可是这次 听着她声音里的压抑 和低声的抽叶 我居然没有太大的感觉 我快速打出两个字 加班 随后将手机调成静音 躺在床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 拿起手机 柯惠玲的几条消息 瞬间映入眼帘 好 你保重身体 黎星 我心情很不好 我心痛得快碎了 黎星 你怎么不回我信息 难道连你也不理我 最后一条信息 明天下班 我在你公司门口等你 我只简单回了个 好 随后出门上班 不过这次没有 因柯惠玲主动来找我而兴奋 到了下班时间 公司门口并没有 那么熟悉的倩影 打开手机 一条信息弹了进来 塞车 等我一会 我从六点等到八点 新知柯惠玲不会出现 一个人在旁边找了间餐厅 随便吃了点 回到家的时候 我再次刷到了柯惠玲的朋友圈 图片上那个男的 正在亲吻她的手背 而她笑得字意明媚 配文是 破镜重圆 这次我们不会再放开彼此的手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似乎早有雨预料 心中并不觉得悲伤 更不觉得委屈 因为 柯惠玲已经不是第一次爽约 也不是她第一次骗我 半夜 睡得迷迷糊糊之间 手机的铃声响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是柯惠玲打来的电话 喂 李星 今天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放你鸽子的 难得柯惠玲会主动解释 不过 我已经看看 没有多大的情绪 语气平常 我知道 因为我没有像以往一样质问她 也没有以往受伤的语气 电话那头沉默了 半晌柯惠玲才试探性开口 李星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没有 李星 我本来已经出门了 可是沈乐抱着玫瑰花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你知道的 我真的很爱沈乐 我不忍心拒绝她 沈乐 柯惠玲 一个月前交的男朋友 我没有回答 柯惠玲接着说 我们好不容易复合 我不想 让沈乐误会 所以现在 才有空给你打电话 我有一些烦躁 并不是因为柯惠玲的话 而是因为 它真的影响我睡觉了 夜深了 睡吧 祝你们幸福美满 说吧 不等柯惠玲反应 我直接将电话挂了 刚睡下不到十分钟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不用想 也知道是谁 我直接开了飞行模式 直到这一瞬间 我才觉得柯惠玲有病 大晚上自己不睡觉就算了 还不让人睡 难道我要像从前一样 每次被他爽约之后 不知疲乏地 给他打电话发信息 巴巴等着他的回复 这样他才满意 可是以往 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发了无数条信息 他只会回一两个字 还说我们只是朋友 让我注意分寸 也不想因为 我影响他们的感情 每每这时 我都会克制住自己 警告自己 不要成为他的负担 他像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而我是姚维起怜的舔狗 不管他说的话多么伤人 我从来不跟他计较 因为他说 我对于他是特殊的 所以 就算我的心痛得快要碎掉了 我也舍不得对他说半句重话 慢慢地 我也就学会了自我欺骗 在黑夜默默舔尸自己的伤口 期待着他下一次回眸 多么可笑 卑微如泥土 如今想想 那样的自己 连自己都看不下去 又怎会得到他的一点真心 我治愈他 不过是孤单寂寞时的消遣 等他寻到合适的伴侣 又会毫不犹豫地扔掉我 美名其约 年轻贪玩 自始至终 只有我信了他的鬼话 第二天一早 我刚开门 微微有点惊讶 因为柯惠玲蹲在门口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一边关门 一边不解地发问 柯惠玲深深看了我两眼 见我眼下无半点清黑 脸上 划过一丝受伤的神情 李星 你真的生我的气了 我平静地抽回自己的手 没有 早有预料的事情 有什么好生气的 李星 你知道的 你在我这里 跟别的男生总是不同的 我打断了柯惠玲的画柄 这些话 我都已经听你了 我知道 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备胎 又或是没脸没皮的舔狗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都跟你解释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我 正是因为理解你 所以才不接你电话的 我不想影响你们 柯惠玲正愣 可看到我平静的神情 她不经意皱起眉头 李星 你再说话赐我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柯惠玲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没有 这是你以往说的 我不过是 按照你的想法做了 柯惠玲皱着眉 葡萄般的眼睛 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你明明就是生气了 我不是已经认错了吗 真是可笑 错的是她 无理取闹的也是她 我都说没有 我还要去上班 说吧 我抬不往外走 既然你这么不耐烦 我以后都不会来找你了 你会后悔的 说吧 柯惠玲踢了一脚大门 气鼓鼓转身离开 她都已经主动开口解释了 而我这个备胎 居然如此不识趣 她如何能忍 这两个星期 柯惠玲不再理我 我也没有继续翻箭 上班的时候 不再想着柯惠玲的一平一笑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时间倒是过得挺快 发了工资 不用想着要给柯惠玲买礼物 也不用想着怎么哄好柯惠玲 日子格外的轻松 下班后 也会选择跟同事聚聚餐 关系倒是比之前还要和睦 朋友也会拉着我去联谊 也偶然发现身边优秀的女孩并不少 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要怪只能怪自己 被蒙蔽了双眼 从高中开始 我的生活就围着柯惠玲转 大学时候 为了跟柯惠玲在同一个城市 我选择了一个并不是很理想的专业 毕业后 更是毫不犹豫 选择来到有柯惠玲的城市打拼 看着柯惠玲的男朋友一个 接一个的换 我只能强忍心酸 只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 他身边那些过往 又算得上什么 我才是他最后的依靠 我们会有一个幸福的家 会有一个好看的宝宝 那时候的我将会是人生赢家 可如今 我才发现 那不过是柯惠玲舍不得我这条走狗 为了拴住我画的大饼 因着这个大饼 身边那些对我示好的女孩子 我都一一回避 甚至于为了不让柯惠玲难过 我连公司聚餐都不怎么参加 为了一段没有未来 甚至还没开始的感情 我亲手折断了自己的桃花 仔细想想 我做人真挺失败的 眼下 我彻底放开 也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考虑 晚上 我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玩游戏 柯惠玲的消息跳了进来 我只略略看了一眼 并不打算回复 因为我不能拖队友的后腿 许事等不到我的关心 半个小时后 我刚退出游戏模式 柯惠玲的电话打了进来 审持出轨了 我分手了 我下意识皱眉 审持出轨 与我合观 哦 李星 你能不能过来陪我 我难受得要死了 我看了一眼窗外的大鱼 一下又一下地抽打在窗户上 抱歉 雨太大了 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李星 我错了 我不该任性的 外面的雷很大 我害怕 求你你过来好不好 破天荒 这还是柯惠玲第一次认错 若换作以前 我一定会立即反驳 柯惠玲怎么会有错 错的是我 她从来都只考虑她自己 却不曾考虑 我在这样的雨夜 如何才能到她身边 惠玲 抱歉 说完 我挂了电话 我以为柯惠玲 那么高傲的一个人 被一个暗恋她十年的舔狗 三番两次拒绝后 该是一辈子都不会理我的 可我没想到 第二天我还没起来 门铃声便响了起来 大周末 我忍着一肚子火气 将门打开 柯惠玲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 看到我的瞬间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哗啦啦地掉下来 我皱着眉 柯惠玲见我不为所动 直接扑进我的怀抱 柯惠玲没有挑起我任何情绪 我伸出手 将她从我怀中拖了出来 避闲式地站到一旁 柯惠玲神情有些慌乱 唇半一张一合 李星 我错了 我以后都不认性了 我们的十年之约已经到了 我们马上在一起好不好 十年之约 多么可笑 到如今 柯惠玲竟想起十年之约了 我静静看着柯惠玲 她越来越陌生了 跟我记忆中 那个乐观明媚的少女 越来越不同 十年前 高二分班后 我来到了新的班级 柯惠玲恰巧是我的同桌 第一眼 柯惠玲便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她只栽了一个简单的马尾辫 却占据了我整个青春 刚到新班级 我处处不适应 柯惠玲主动开口跟我说话 给我介绍新班级 我们也会一起讨论不懂的问题 她很虚心 也从不藏私 在我眼中 整个班级甚至整个学校 都没有比柯惠玲更优秀的女孩子 我对柯惠玲的喜欢 的确是从她的外形开始 可慢慢地 也被她的内在所吸引 久而久之 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微妙的氛围 同学们见我们一起上下 也会起哄 一个优秀的女孩 即便在高中这样紧张的学习中 她身边的追求者 从来不会少 我见过不少男同学跟她表白 但是她都没有回应 拒绝了一个又一个 我确定我对她有情 以为她对我有益 我的心里也开始慌乱起来 我不知道该不该将我的心意说出来 我怕不说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 但是也怕给她造成困扰 但是我没想到 事情反转来得这么快 高二下学期 一个枯燥乏味的晚自习课间 我跟着柯惠玲 一起到走廊外放松 柯惠玲突然回头 直勾勾地看着我 宜兴 你喜欢我 她肯定又直接地 点名我的心意 在她的视线下 我只能点头 是 我喜欢你 柯惠玲完全笑了 李星 你对于我是不一样的 你愿意等我吗 那一刻 我的心瞬间飞上了云端 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该如何郑重表白 幻想高中毕业 或者大学毕业 我们在一起的美好光景 可下一瞬 我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十年后的今天 若是我们都找不到更好的 我们便在一起好不好 柯惠玲轻轻拉着我的衣角 撒娇开口 李星 你可愿意 她一撒娇 我直接投降了 她一定是有她的计划 我能做的 只有支持她 十年后 已经毕业三四年 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心态也更成熟了 那时候再谈恋爱也不错 好 此后 我们的相处 谁都不提那件事 但是相处上更加默契 她给我带早餐 我给她带牛奶 我们曾在一起 一起在雨中漫步 一起在图书馆 刷题到深夜 压力大的时候 我们会到江边大声唱歌 高考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时间找到彼此 给彼此一个拥抱 成绩出来后 我们会一起翻阅招生计划书 只为能在同一个城市待下去 我以为 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 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病态的呢 是大一黄金舟的时候 是柯惠玲开始交往开始 我带着满满一箱礼物 辗转了几趟公车 终于到了柯惠玲的学校 可这次 一起过来的 还有一个还算帅气的男生 柯惠玲笑着介绍 全程轻轻热热地 挽着那个男子的胳膊 我强忍着心酸 跟他们 吃了一顿饭之后 留下礼物匆匆逃离 自那以后 柯惠玲 一边用十年之约调着我 一边换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 明明离我们十年之约 只剩不到两个月 她毅然投入审持的怀抱 李星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思绪回笼 我坚决摇头 抱歉 我们之间再无可能了 柯惠玲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可能没有料到 我居然拒绝了她 李星 这些年 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为什么拒绝我 我知道这些年 我的确伤了你 但是我眼下已经知道错了 我心中冷笑 原来她也知道 这些年 我心里只有她一个 她什么都知道 也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难受 不过她选择无动于衷吧 惠玲 你已经牵动不了我的情绪了 我坦然说出这句话 无比的真切 早在一个多月前 我就亲手埋葬了 这段不曾开始 困住我多年的感情 柯惠玲与我 只是一个过去 反正不会是我的将来 这段暗恋让我明白 一味的付出 尤其是对自私的人付出 受伤的只会是自己 我承认我傻 同时亦有勇气放手 不对 李星 你在骗我 你一定是想惩罚我 眼泪顺着柯惠玲的双颊滑落 她的肩膀因为抽烟 不停抖动 柯惠玲 我没有那么无聊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 希望你认清现实 是因为审持吗 柯惠玲就是这样 到了这时候 还试图将责任 怪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不是 审持不过 是她众多男朋友中的一个 李星 审持第一次表白的时候 我已经拒绝了 可是她又接着表白了很多次 我才动心的 柯惠玲 不是审持 也不是周迟 更不是李迟 而是你 我对你的失望 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柯惠玲声音哽咽 李星 我知道以前都我很过分 仗着你爱我 觉得你永远都不会跟我翻脸 总是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以后我都不会了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马上第一时间官宣你 立马删掉手机中的所有异性 我也会收心 不再任性 以后的生活都围着你转 你生日 我会精心给你准备礼物 你不舒服 我会第一时间到你身边 我会退掉所有的聚会 跟你溺在一起 我也可以为你洗手做羹汤 我冷着脸看着柯惠玲 心中无比讽刺 随随便便一件事 都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 可现在 我不需要了 也不稀罕了 李星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可以立马删掉他们 我默默收回视线 轻声叹气 柯惠玲 已经太迟了 柯惠玲急了 不停摇头 李星 不迟 对不起 我还是那句话 李星 是我错了 是我没有看清自己的心 我以为自己对你 只是有一点好感 可是这段时间 你不再理会我 我才意识到 我心里是爱你的 我不能没有你啊 你不是爱我 你只是 受不了我突然不舔你了 柯惠玲 你不是当初的柯惠玲了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不必闹得太难看 就这样吧 说吧 不等柯惠玲反应 我直接降门关上 不曾想 柯惠玲将手伸了进来 啊 柯惠玲的手 瞬间被夹子 本就白皙的脸 又白了一分 可我心中没有一点愧疚 这点痛比起我之前 又算得了什么 李星 求你再我一次机会 绝无可能 啪 降门关上 柯惠玲没有再次敲门 我也不知道 柯惠玲什么时候离开的 因为回龙叫挺香的 周一 我正常去上班 刚出小区门口 柯惠玲直接冲了上来 将一份精心准备的早餐递给我 李星 这是你最爱的 金枪鱼三明治 我早上起来给你做的 我皱着眉 没有伸手 去接柯惠玲的早餐 李星 难道我们之间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 我觉得没必要 说吧 我绕过柯惠玲 周一早高峰 我还赶时间呢 柯惠玲像是听不懂人话一样 伸出手扯着我的衣角 李星 要是你不收下 那我便跟着 你到你公司楼下 我觉得很无语 为了清静 将早餐收下 转头送给了公司的嫂弟阿姨 可晚上下班的时候 又在公司楼下 看到了柯惠玲 柯惠玲提着一个餐盒 小跑到我的面前 李星 晚饭 不等我拒绝 柯惠玲将饭盒放下 直接离开 柯惠玲的病 好像更重了 一连几日都是如此 可这些都是 从前我做的 她明明知道 我将她给的东西 都给旁人了 却没有半点不愿 我竟不知 柯惠玲也能为我做到这地步 我也不知道 柯惠玲是不是真心悔改 但是我知道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不管柯惠玲怎么想 我是决心不会回头了 想到此 我毫不犹豫填了公司下发的外调的表格 一个星期后 我带着行李 毫无留恋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几年的城市 刚到新城市的那晚 我接到了柯惠玲的电话 李星 你离开了 嗯 为了夺我 你可以这么理解 柯惠玲抽烟声隔着电话传来 你就这么恨我 甚至不想跟我待在一个城市 恨 有爱才有恨 我不恨你 我只是想开始新的生活 我也希望 你不要再打扰我 说吧 我挂了电话 手指翻转 将柯惠玲的号码 拉进黑名单 打开聊天界面 删掉柯惠玲 将手机中有关柯惠玲的一切痕迹都删除 做完这些 手机的运行速度都快了不少 我很快投入新工作 跟新同事相处也不错 虽然忙 但是也没有忘记 跟同事打好关系 我以为经过这一次 我和柯惠玲之间应该再无纠葛了 当柯惠玲再次出现在我公司楼下的时候 我都怀疑 是我忙于工作 出现幻觉了 离星 柯惠玲一脸欣喜 跑到我的面前 小脸已然瘦了一拳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 我问你前同事的 我跟他们说要追你 想偷偷给你一个惊喜 我立即沉下脸 不满地看着柯惠玲 柯惠玲 你是不是有病 从前巴不得和我撇清关系 现在又拉我下水 谁知 柯惠玲昂起头笑了起来 我就是有病 反正不追回你 我是不罢休 我只知道 我要是放开你 我会后悔 我之后的日子 不能没有你 我们不是早就约定好了吗 下半辈子 我是属于你的 你只是暂时生气 我说了 我们之间绝无可能 离星 若是你不想看到我 我不打扰你就是 我只要远远看着你就好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改变 让你看到 我是真心的 是在人为 你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我有把握再次感动你 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无语过 不知是吴与柯惠玲的自信 还是吴与柯惠玲不了解我 多说无意 随你 离星 我会好好努力 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柯惠玲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不但不恼怒 甚至还带了一丝窃喜 柯惠玲这次倒是有点耐心 也没有上前打扰我 已经连续一个星期了 每天上下班 我都能觉察到 角落的那道视线 周五晚上 角落没有了那道视线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在网上约的车 晚高峰加上大暴雨 赶不过来 取消了 我只好返回办公室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雨小了 才重新越车 等回到小区楼下的时候 已经十点半了 电梯门一打开 我看到了坐在我家门口的柯惠玲 柯惠玲头发湿漉漉的 脚下一滩水迹 身上的衣服紧紧地贴着 露出娇好的身材 我并不意外 柯惠玲知道我的住址 毕竟她连我公司都能找到 一星 你回来了 柯惠玲撑着门起身 摸了摸起鸡皮疙瘩的手臂 我本来想去你公司楼下等你的 可是雨太大了 我跑到大街上 都拦不到一辆车 好不容易拦到车 已经八点了 我怕你已经回来了 所以直接打车过来了 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看到柯惠玲的瞬间 心中并不觉得感动 嗯 你今天加班了 没有 以后不要做这些无用功了 为此折磨自己不值得 柯惠玲惊喜地抬起头 李星 你这是担心我 不是 你这样做已经加重了我的负担 柯惠玲眼中的亮光立即暗淡下去 对不起 我说过不会打扰你 但是今天的雨这么大 我实在是担心你 所以才坐在你家门口 但是看到你身上没有一点失忆 我很高兴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觉得还是有必要将话揉碎再说一遍 因为柯惠玲已经给我造成困扰 柯惠玲 曾经的我是盲目的 为了你 我丢掉了我所有的自尊心 只要你一开口 就算下刀子 我也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每次短暂回来 我都以为你玩够了 任性够了 我尽我所能逗你开心 可你的伤口愈合后 你就会立马投入新的怀抱 留下我自己舔尸伤口 你爱的不是我 也不是沈迟 更不是你的某一任 你只是享受我们围着你 你只是享受那种女王般的感觉 曾经对你心存幻想 是我不自量力 可如今 我已经彻底放下了 若你还有一点良心 请你放过我 走廊中 陷入长久的冷静 就在我以为柯惠林 会直接走掉的时候 她终于开口了 我知道我哪里不好了 我会改 改到你满意 只要你一天不结婚 我都有机会 我不想再多说 拿出钥匙打开门 柯惠林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扯了扯我的衣袖 我的衣服都湿了 我能进去将衣服吹干吗 我甩开柯惠林的手 抬不进了家门 自从经过这件事 柯惠林不再出现在我面前 上下班都不见她的身影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可这种自在的生活 仅维持了一个月 周五的晚上 打扮精致的柯惠林 敲响了我家的门 见我开门 柯惠林晃了晃手中的票 离星 我抢到了你偶像的演唱会门票 就在明天晚上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柯惠林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喜欢这个歌手 不过是柯惠林无意中的一句话 高二的午休 他随口说了一句 他太有才华了 不但自己作曲 还能自己填词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去他的演唱会 只要是柯惠林欣赏的 我都会试着去喜欢 所以他才成为我的偶像 不好 为什么 他不是你偶像吗 我好不容易拖人抢到的票 我已经去过无数次了 而且 我并没有多喜欢他 柯惠林拿着票的手 在微微发抖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之前每次抢到偶像的票 不管是哪个城市的 我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柯惠林 他总是一口印象 可当我在机场 或者在演唱会门口的时候 心中的期待 又会再次落空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要么是小声回答 我再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你自己进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压抑着心情 可是我机票住宿全都订好了 下次吧 下次吧 这次我真的抽不开身 我男朋友很黏我 要不就是十分切约 一星 我正在旅游呢 你自己去吧 你什么时候去旅游的 你自己去的 安不安全 点哈室那头传来柔和的笑声 李星 忘记跟你说了 我新交流的男朋友 我的心不住地往下沉 可你已经放了我很多次鸽子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得不耐烦 李星 难道一场演唱会 比我的幸福还要重要吗 难道你忍心我因为这个 跟我男朋友闹分手 又或者是柯惠玲的男朋友接的电话 你能不能离我女朋友远一点 都是男人 难道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 滚 再打一次 老子打断你的腿 每每这时 柯惠玲偷笑的声音 就会从听筒中飘来 柯惠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我知道 她想起了曾经 对不起 我不该爽约的 虽然从未尽兴过 但是真的腻了 所以我不想再去她的演唱会 每次去完演唱会回来 不出三日 柯惠玲再总会出现在我面前 就跟无视人一样 全然没有一丝愧疚之情 你给我带签名照了吗 可我看到她兴高采烈的模样 心中那点不爽 早就飞远了 带了 我不但带了签名照 还给柯惠玲带礼物 柯惠玲拿到签名照后和礼物后 眼底的欢喜就要溢出来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李星 我太感动了 这礼物 我很早之前就想买了 李星 真的 我这辈子都离不了你 短短几句好话 我又被哄好了 柯惠玲丢下一张门票 声音酸涩 这次换我等你 不管多晚 我都等你 我将地上的门票捡起 转身丢进垃圾桶里 第二天晚上 我如约出门 来到一间小酒馆 同事见我过来 兴奋地伸出手 李星 这里 我走到同事身边坐下 四下打量小酒馆 你本事不小啊 刚来不久就找到这种地方 这同事是从之前的公司调来的 我们都玩得还不错 那不是 一到周末 我都会来这里小酌两杯 还能听听民谣 我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给你介绍个姑娘 顺着同事的视线 我看到了坐在台上 唱民谣的女生 姑娘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一双眼睛跟葡萄一样圆溜溜的 怎样 很优秀 看来有戏 我下意识摇头 可别 我可不想 拖别人下水 怎么 他还纠缠你 不算纠缠 但是三不五时出现 这样对别人不公平 同事知道我的性子 倒也不会逼我 那算了 先当朋友处长 等姑娘下台之后 姑娘又叫来两个朋友 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玩游戏 我拍了几张图片 觉得氛围还不错 就随手发了朋友圈 因为喝得有点多 我直接在同事家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电话铃声响起 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我是黎星 黎星 我未出血了 现在在医院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电话中 柯惠玲声音虚弱 同事也被电话吵醒 起身穿了衣服 我跟你一起去吧 医院里 柯惠玲脸色苍白 看到我们出现 护士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你们以后要督促他 不要让他喝那么多酒 就算发酒瘾 也该克制一下 都喝到未出血了 我和同事对视一眼 我下去给你们买点早餐 同事知道 我有话要说 不想留下来打扰我们 黎星 昨晚我等到演唱会结束 都不见你的身影 我被蚊虫咬了一身包 花了两个小时花的妆 也被风吹凌乱 我切身体会到你之前的感受 等人的滋味 一点都不好受 而你等了我一次又一次 我之前真的很混蛋 我不怪你 也不怨你 为什么喝酒 我出声打断柯惠玲的话 我看到了你的朋友圈 看到你们那么惬意 我的心都快痛死了 所以我想用酒麻痹自己 只要醉了 就不会难受了 我皱着眉 上次删除柯惠玲后 她申请了几次 我都没有同意 她是如何能看到我朋友圈的 你用小号加我 柯惠玲没想到 我的注意力会在此 脸上划过一抹失望 是 一想到 我看不到你的动态 我就要疯了 所以我冒充别人加了你 柯惠玲声音发颤 李星 这些日子 我多么想找你聊天 可是我不敢 我怕 被你发现之后 连这点偷窥你的权利 都被剥夺了 我知道了 李星 你对我的态度好冷淡 真的一点都不为我担心吗 我有点无语 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想做件 我也没有办法 我都已经说了许多遍 我不可能再给你机会 柯惠玲眼眶发红 好 我知道了 你等会自己请个护工吧 我还有事情 我没有多留 其身离开 李星 求你不要删掉我 柯惠玲的祈求声响起 我没有回答 也没有回头 但是我会找出柯惠玲的小号 我不会让柯惠玲 继续偷窥我的生活 同时买早餐回来的时候 我正好走到医院门口 你不打算留下吗 我摇了摇头 回去吧 同时打量了一下我的神色 试探性开口 他好像是真的有心悔改 你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坚定摇头 这些日子 柯惠玲为我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我最了解他 他做不到一辈子这样 所以 我不会再回头 已经浪费了十年 我不想再多浪费十年 那种没有自尊 热脸贴冷屁股的日子 我过够了 我也不想再做备胎 或者舔狗 自己疗伤的感受 我不想再经历一遍 当天 我将一列表中 从未聊过天的好友 都给删除了 我不知道柯惠玲何时出的院 更不会去关心她 为了彻底摆脱柯惠玲 我已经决定 搬离另一个城市 这次我谁都不会告诉 更不会在朋友圈 透露一二 三天后的晚上 我正在家里查资料的时候 一道急速的敲门声音响起 李星 你给老子开门 沈迟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李星 你再不开门 老子堕了你 敲门的声音 伴随着踹门的声音 我起身开了门 主要是我不想退房之后 房东叫我配钱 沈迟的眼神跟寒冰一样 没有一点温度 李星 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柯惠玲 她是我的女朋友 沈迟的声音很大 你个备胎 当着朋友的旗号 一而再再而三地插入我们之间 你他妈要不要脸 我为了她 来到这个城市 结果她为了你住院 你好手好脚 为什么要抢我女朋友 原来 柯惠玲这些日子 一直跟沈迟在一起啊 说远远看着我 那是因为沈迟在她身边 她不能太明目张胆 给我做饭 想来也是为沈迟准备的 顺手的事情 三不五时出现在我面前 想来也是和沈迟吵架了 给我送礼物 不过是想让我继续舔着她 我心中冷笑 好在我了解柯惠玲 没有心软 没有重蹈覆辙 沈迟上手推了我一把 我被推得一个裂剑 你识相的就离她远一点 钥匙人给发现你勾引她 老子垂死你 麻烦你管好自己的女朋友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 我和她不可能了 我诞生开口 沈迟一听 不乐意了 拿手指着我 你什么意思 到了这时候还敢骗我 电梯门打开 柯惠玲脸色惨白地走了进来 一把拉住沈迟 沈迟 快跟我回去 沈迟发了魂 一把甩开柯惠玲 我不回去 你今天不跟她断干净 老子就死给你看 柯惠玲神色惊慌地看看我 又看看沈迟 沈迟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离心 真的只是好朋友 沈迟捏住柯惠玲的下巴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柯惠玲不停摇头 祈求的目光看着我 沈迟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想再看着他们纠缠 也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纠葛 你们两个天造地设 祝你们幸福 说完 我直接将门关上 门的隔音不是很好 我直接回到卧房 不去理会门口的癫功癫婆 不知过了多久 我听到了保安的声音 之后那两人的声音 就跟着消失了 那天晚上过后 柯惠玲就 再也没有出现过 同事暗暗为我感到庆幸 没想到他这么讳言 我都相信他了 居然还缺你给他机会 没想到他还是一如既往 身边有一个 又想吊着你这个傻瓜 我平静拍了拍同事的肩膀 好好工作 同事也不再多说 如此正好 我也不用再想着 换另一个城市 两个月后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我心里犹豫半生 还是接起了电话 离心 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女生 离心 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 我一开始没有告诉 沈氏我的行踪 是他买通了我的朋友 所以跟过来的 他跪在我面前面 不停扇着自己的脸 我害怕 只能同意复合 我本来想着 等你原谅我之后 我就会跟你说清楚一切 可我没想到 他会找上你 现在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已经是一个 彻彻底底的烂人了 柯惠玲越说 声音越哽咽 可是我心里没有一点波动 是 所以我们各自安好 柯惠玲声音沙哑 我前两天结婚了 审持性子偏激 这次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你身边了 从那天晚上 我就看出来了 一个张口闭口 都是打打杀杀的人 性子怎会好 但是 这都是柯惠玲的选择 不是吗 对不起 这会是我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 好 挂断电话 我直接换了一个新号码 公司准备换个办公区 而我也会换个小区 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见了 三年后 我跟那个唱民谣的姑娘成婚了 她性格不拘小节 大放爽朗 她知道我的一切 她不但不介意 还很佩服我敢于放下的勇气 她说 敢于放下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们两个将我们的小家经营得很好 我们很快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懂我 我亦懂她